张一山版《鹿顶记》热播 让观众惊呼 张一山这到底是伟小宝还是演猴戏 不要演技也不能把眼珠子瞪出来啊 网友表示 他一会儿向孙悟空进攻 一会儿又向猫和老鼠 驼背干瘦不仅不像伟小宝 倒适合演一位瘟君子 估计这要是演员请就位 李成如一定会痛苦地闭上双眼 坐在这儿看这个 如坐针毡 如芒刺背 看着我是什么东西的都是 新版《鹿顶记》已有两万多人 打出了2.5分 可能由于演员粉丝的努力 分数时不时会飘回2.7 再被拉回来 新版《鹿顶记》的导演接受采访 表示张一山是这个年龄段里 演技最好的男演员之一 当之无愧地扛把子 他说 不同版本有不同风格 不用太纠结对比 历来金庸剧都会成为影迷热议的焦点 张一山虽说没有演出观众心目中的伪小宝 毕竟演出了导演心目中的伪小宝 大家会觉得说陆景音乐拍了很多遍了 然后呢说也很期待 但是呢就是要看看张一山怎么演 拍这个戏还是希望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 尽可能让观众爱看就做完了 所以观众提到我 说我什么都可以 我无所谓 千万不要把我当成特好的演员 因为我有演不好的时候 张一山作为一名同心出道的演员 在八岁时就开始拍摄广告 他在小宾张嘎中扮演了同乐 2004年12岁的张一山再次出演《家有儿女》 而后一炮而红 剧中他饰演的流星顽皮好动 一时收获了不少粉丝 就是你突然成了我的儿子习惯了 不要有顾虑 有话之说 哎呀反正我生下来就给人当儿子 给谁当都一样 反正我生下来就给人当儿子 给谁当都一样 这怕得也对啊 2009年 他与成龙一起主演《寻找成龙》 影片中他饰演了一个热爱武术的少年 此后张一山考入北电 正式告别了同心时代 成为了一名演员 张一山出演《鱼醉》 剧中的他将自己和角色融为一体 成为整部电视剧中最大的一个亮点 甚至让观众忘记了古灵精怪的流星 突然间张一山被陆鼎记带入低谷 得到很多网友的抵制 小编觉得原因是网上翻拍经典电视剧太多 真正拍得好的很少 几乎一个不如一个 其次网上对张一山版陆鼎记 舆论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扼杀 连官媒都站出来说话了 所以很多观众还没有看就已经没了兴趣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陆鼎记算成功 什么样的韦小宝能够走进观众的心里呢 正如倪邝所说 韦小宝这个角色的成功 是他变成一个典型 就像莎士比亚所塑造的哈姆雷特一样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韦小宝 自1977年香港版的电视剧《陆鼎记》 由香港女演员文学而反串 第一代韦小宝开始 从大屏幕到小萤幕 十几部《陆鼎记》一次次被翻拍 十几个韦小宝的形象一次次被打破 重建再打破 《大浪逃杀》以后经典得以保留 1984年梁朝伟在22岁时出演《陆鼎记》 是被普遍认可的最佳版本 1992年轴星驰版的电影《陆鼎记》 堪称最搞笑版本 虽然没有照搬原著 但是情节曲折笑料百出 1998年陈小春版的《陆鼎记》 保留了原著的荒诞意味 堪称最佳改编版 成为了最讨喜最可爱的一版《伟小宝》 《小宝》《小宝》《阿哥生了个儿子》 好啊 儿子 好可爱 《小宝》《全姐姐生了个儿子》 《又是儿子》 哎呀 真是乐死我了 《小宝》 你看公主生了个女儿啊 哎呀 好漂亮啊 女儿 2000年张卫健出演的《伟小宝》 比原著少了几分油滑 多了几分重情重义 2008年央视版《陆鼎记》 场景宏大画面精美 黄小明演绎出了一个 不同的情感层次的《伟小宝》 许多观众在看完2020版《陆鼎记》以后 哭着喊着要回豆瓣 给小明哥一个道歉 话说回来 哪一位演员演出了你心中最好的《伟小宝》呢?